東奧通防疫app 藏政治審查和監控風險 北京警告東奧運動員言行不當將會被處罰 美提案制裁巴赫等奧委會官員 指他們幫中共壓制人權 各位觀眾大家好 今天是1月21日星期五 歡迎收看《紀元頭條》 我是雪兒 北京奧運會2月4日即將開幕 北京實施了全球最嚴苛的防疫要求 參加奧運的運動員、記者、官員等 全部被封閉在防疫泡泡內 所有人必須接種疫苗 否則要接受長時間的隔離 除此之外 中共還要求所有人安裝東奧通防疫軟件 但一份研究報告顯示 這款軟件暗藏政治審查 並存在安全隱患 可能導致用戶手機被入侵 根據北京東奧官方搜索 所有人在前往中國之前的至少14日內 要在手機安上東奧通 每天報告健康狀況 相傳疫苗接種證書和COVID-19 測試結果 到達中國後 每天通過東奧通 匯報健康狀況 使用者必須在東奧通上輸入護照和寒班訊息 以及健康訊息 東奧通還有實時撩天、語音音頻撩天、文件傳輸、新聞和天氣更新等功能 專門從事數字安全研究的加拿大公民實驗室的分析報告顯示 東奧通的加密功能形同虛設 可能導致用戶成為黑客入侵、竊取隱私、被監控的對象 例如 和加密有關的SSL證書認證在東奧通中形同虛設 這個意味著 東奧通的應用程式可以被騙去連接一個惡意主機 公民實驗室研究員科洛科爾表示 這些漏洞不單與健康數據相關 亦涉及其他服務 有些服務數據傳輸完全不加密 黑客可以輕易讀取 研究人員在東奧通中發現了一個名為 IllegalWords.Tax文本文件 審查包括2,442個關鍵詞和短語 大部分是簡體中文 但亦有部分維吾爾語、藏語和英語等 這些詞彙包括大量政治或信仰方面的內容 包括批評中共及領導人、法輪功、六四事件、新疆維吾爾人等詞彙 大陸前公安董廣平認為 這只不過是中共借防疫之機將對中國人的政治審查和監控 用在外國人身上而議 1月19日中共聲稱在東奧通軟件方面北京遵守規則保護數據 但這款軟件的政策規定 中共可以在涉及國安事務和刑事調查的情況下 北京用戶同意共享用戶信息 他們的信息、情報、個人的資訊 他們應該對這種事情 就是至少是提出來抗議 不應該去遵循中共給出這樣的條件 盛雪指出 中共在盜取這些信息之後 會針對每個人的具體情況進行統戰 包括了解你的社交網、行為、外號等等 人實際上就面臨著進一步的危險 而且還會給他們的社會關係也帶來風險 同時中共他們現在所謂的這種叫做大數據 會建立起來一個龐大的信息王國 進一步的去控制整個世界 那帶進中國的信息的這些人 其實無形中也幫了中共這樣的一個忙 出於對隱私的擔憂 美國、英國、加拿大、澳洲、比利時等國 都建議運動員將個人電子設備留在家裡 重新購買新設備來防止中共洩物 1月29日 北京澳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楊書 在中共駐美大使館舉行視像會議 他警告任何行為或言論違背奧運精神 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規定 會受到懲處 楊書還說 違規者可能被取消運動員的註冊 奧林巴克憲章第50條規定 任何奧林巴克場地都不允許進行任何抗議 或政治、宗教或種族宣傳 不過去年這個規定有所放鬆 奧林巴克場地上 如果出現某種表達 只要不影響比賽 不影響對參賽者的尊重 就會被允許 根據路透社的報道 國際奧委會IOC 清楚表明 只要不是在比賽中間或頒獎典禮上 運動員可以在記者會上或奧運會場館接受訪問時 就任何議題自由表達他們的看法 美國之音報道認為 中共官員的說法 似乎要對違規者做出超越主辦國權限的處理 因為在過去歷屆奧運會裏 違反奧林巴克憲章的運動員 完全由國際奧委會出面處理 而不是主辦國 對於中共可能會採取行動 打擊參賽的運動員 記者 在人權等敏感問題的言論 美國非政府組織 人權觀察1月18日 舉行一場視訊研討會 會上有發言者 警告參加北京冬奧會的運動員 盡量迴避談論中國的人權問題 據美國之音報道 全球運動員組織總幹事 科勒 在研討會上暗示國際奧委會 在敏感問題上 可能不會為運動員發聲 他說 我們能夠對運動員提供的保護真的不多 而且國際奧委會也沒有積極表明 我們要保護 並讓每位運動員安全 沉默意味著同謀 這也是我們關切的原因 曾經兩次代表美國參加冬奧會的滑雪運動員 科夫曼在研討會上鼓勵前往北京參賽的運動員 在中國期間保持沉默 科夫曼說 他們只指觸動中共敏感問題的運動員 最終不單止會被北京政府起訴 或者好像我們看到的彭帥一樣被失蹤 而且還會受到國際奧委會的懲處 所以我對去北京的運動員的建議就是 他們要保持沉默 大紀元專欄作家張天亮表示 非常理解去北京參賽的運動員身處的環境 但是沉默意味著同謀 好悲哀的是 最終是運動員被提醒選擇沉默 完全保持沉默 哎呀這點的話 當然每個個人的這個選擇的話 你也沒辦法去指責他們 但是我覺得你勸別人也保持沉默的話 這可能就是中共最喜歡看到的 所以客觀上來說的話 其實你是在幫助中共達成一個 他們想要達到的目標 這種說法的話 特別像就是中共當時在破壞法輪功的時候 把很多法輪功學員關到這個監獄裡邊 然後的話呢 他這個所謂的轉化 就讓法輪功學員放棄信仰 他不是勸共產黨放棄鎮壓 他而是讓被鎮壓者放棄反抗 就這種這種言論的話 反正我看到之後的話 我是覺得中共可能真的特別喜歡這種人 備受爭議的北京冬季奧運會 即將開幕之際 美國一名國會議員 推出一項制裁議案 要求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 和奧委會其他高層人員實施制裁 理由是國際奧委會 和中共當局串通 淡化中國網球明星彭帥失蹤問題 1月18日 美國威斯康辛州的共和黨籍 聯邦眾議員加拉格爾 宣布推出爭取彭帥自由法案 其核心內容是依據全球馬格尼茨基人權問責法 加拉格爾批評國際奧委會去年與中共當局串通 幫助北京發解彭帥失蹤事件帶來的公關危機 為配合北京冬奧會順利舉行 押制為人權發聲的正義之舉 中國網球明星彭帥 去年11月2日在微博上發文 曝光受到中共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副總理張高麗的迫迫 與他發生性關係 之後彭帥與外界相互聯繫 國際社會廣泛關注彭帥安危 要求中共還彭帥人身自由 在壓力之下 中共對外發佈了一些有關彭帥的消息 還安排他與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通話 之後國際奧委會發表聲明說 彭帥住在北京的家 他平安無事 但希望這個時候尊重他的隱私 加拉格爾議員說 彭帥缺席正在澳洲舉行的 世界最重要的一場網球公開賽 顯示他依然沒有獲得自由 他說鑑於國際奧委會 幫助掩飾中共當局對人權的嚴重踐踏 現在到了對巴赫 以及與中共當局同謀的其他奧委會官員 實施制裁的時候 爭取彭帥自由法案能否通過不得而知 之前美國民主黨共和黨在辯論 和通過有關中共人權問題的多項議案的時候 展現了高度一致的立場 控制國會參眾兩院的民主黨人 是否都會支持這樣的法案 備受關注 今天的紀元頭條就到這裡 多謝收看 守護真相永不放棄 我是雪兒 明天見 那麼 我剛剛是在這裡